大家都知道 所以那是古代章前邂途的主角 如果太陽就跟開招相鎮 好 我們現在大生命 廟就越開了 又越興 所以就是廟室是最大的主角的中心 所以這樣怎麼知道 這是章前1859雷 從淡水到中和到東廟 所以說到這個 有來上過客的我們知道嗎 我們中有一個地方比這個更大 會那個 沒頭的廟室 什麼地方 沒什麼 沒說中和 永和路那邊 永和路那邊 再說什麼 什麼地方 我們在上過 有上過客嗎 來 在什麼地方 先前路路 不是 好 來 老人跟他說 來 上過再說 再說 好 來 剛才有說 他跟他講到 頭聲 頭聲是什麼地方 什麼廟室 今天是不是要不告一 大門公 大門公 就是章前邂途 章前邂途 留下來 他什麼 那個帶來什麼人 你知道嗎 帶來什麼人 不知道 不知道 要怎麼說 還是 上過再說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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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保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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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問一下 而且 張淳械蟹豆的話 板橋很有名的寧家花園 他們也有參與 人就跟他講 你講 是保留 那其實大家可以猜 要不是泉州人 還是張州人 好 他就說了 說上次 我們來上次 很正式的說 他說大概 說到 林家花園 林家花園 有粉 都沒有兄弟 對不對 到底是誰就是兄弟 大家兄弟 你也知道 不然 家庭院 沒有人都死 當然 準備說就好了 最起碼他點出 一個人 一個家族 點出來 他的主角是誰 好 來 所以這要讓你看 其實就像我們知道 跟張淳械蟹豆關係 一個行 第二行 張淳械蟹豆 絕對都不是 永和的 我們中國 點燃的 爆發點燃 不是在中國 都是在外地的 所以張淳械蟹豆 跟永和的分治 是沒有關係的 張淳械蟹豆 到了日本時代 就沒有張淳械蟹豆 其實到日本時代 就沒有張淳械蟹豆 日本人哪有 可憐讓你張淳械蟹豆 我們知道日本人哪有統治 到底沒有張淳械蟹豆 既然沒有張淳械蟹豆 日本時代 他知道那些仇恨 就慢慢地淡忘 他沒有衝突會糾起 摩擦會越糾 越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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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好 對不對 那有什麼 靈性啦 什麼靈性 小孩 因為以前 我們中國有一個國小 叫做中和國小 有沒有 這個中國已經一百年了 太 太 太